神秘無味的黑沙長裙 精心剪裁的晚裝 充滿野外歷奇感覺的便服 簡約中建華麗 這些都出自鄭兆良的Urban Nomad系列 香港著名時裝設計師鄭兆良 十八年前贏出了香港貿法局的 青年時裝設計家創作比賽 今年他再遇歸來 香港時裝節秋冬系列 首日舉行盛大時裝表現 香港華麗秀 焦點落在四位國際知名的 亞洲時裝設計師 來自中國內地的黃培怡 設計主題是副身、格調 融合現代和奢華的風格 再配上珠色和刺繡 而他更加在此發佈他首個藍裝系列 而韓國的Dui Li 貫徹它以創新印花用在布料上的標誌 色彩繽紛奪目的Define Unification系列 展現出現代女性美 至於來自日本的遠山靜態 以現代手法演繹日本傳統的圖案 系列填密記憶 設計優雅浪漫 香港是亞洲時尚之都 香港華麗秀 結集亞洲定尖時裝設計師和品牌 向世界展出他們的最新歷作 東京的時尚品牌計劃TOKYO I 再以NOW做主題 繼在巴黎和上海之後 將日本九大新潮品牌 第一次帶來香港國際時尚匯水 這九個品牌最大的特點是 他們並不是被東京的潮流帶走 而是帶領潮流 很有創意 他們在日本有銷售點 但也很想向海外發展 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貿易城市 所以一定要在這裡 將東京最時尚最重要的東西 向全世界推廣 關落著名旗袍及唐裝品牌 巡藝服飾 看盡香港女士喜歡穿旗袍 出席一些莊重的場合 於是打算來香港開分店 他希望透過參展 找到合作伙伴和客戶 我們一直堅持著要做中國旗袍 我們把中國最好的旗袍的傳統工藝 滾邊、看線、刺繡、手繪 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地道 然後我們就結合一些國際流行時尚 我們叫它融合在一起 香港讓我感覺是非常非常專業 而且買手和參觀的人士 都是專業人士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發展香港市場 因此會選擇來香港時裝周 來參加這樣的展覽 一年一度的香港青年時裝設計家 創作表演賽 是國際時尚會賽及時裝節的焦點之一 表演賽是一個給本地年輕設計師 展示他們才華的舞台 今年有16位新進設計師 角度四個組別的獎項 法國品牌Rodemai的創作總監 Martin Sebon是嘉賓評判 我非常幸運地看到它有一個好層 我發現很多人都很精彩 還有一些技術 有些工作人士 他們的概念 他們都很精彩 很精彩 年輕設計師 Eva Cheng Yiwa 自由時裝設計師 鄭義華設計的 Fragments of the Sky 系列 靈感來自城市和天空的剪影 運用中國傳統的剪紙工藝 做出立體細緻的圖案 鄭義華的設計奪得全場總冠軍 他將海易度Rodemai 在芭蕾總部實習一個月 另一位評判陳光華認為 香港有不少潛質優秀的年輕設計師 只要有好的平台 他們就有機會發揮所長 他們的概念 他們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只不過需要平台方面 香港Trading Council和Young Designers 在國際性開拓其他市場 幫他們發揮他們的設計 香港本地的鞋里設計 是時裝節另一個焦點 香港鞋業總會 牽頭成立的李資泉計劃 結集來自10個製造商的12位設計師 著力推動本地鞋款設計及品牌 李資泉這個活動 是建基於以前的鞋款設計比賽衍生出來的 經過10屆之後 就累積了一定的人才 有很多設計師 也有很多廠家在中間 我們就找他們一起做一些款式 來迎合市場上的需要 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 成為一眾香港鞋里設計師奮鬥的目標 由改革開放至現在 香港都是處於一個比較領先的地位 對國內也比較熟悉 隨著國家十二五規劃裡面 有提到它著力會做一個內銷的市場 內銷有十三億十四億的人口 將來會帶動出自己本土的文化 帶回到國內 為我們的設計師 能夠打造一個真真正正的渠道出來